男球員一個人是出場獎金是五千塊嘛 女生一開始是沒有錢 後來呢變三千 然後後來看到就說又變五千了 為什麼會這樣 我強烈表達不滿 我覺得還是有歧視 也不用你強烈表達不滿啦 大家都覺得很怪嘛 我現在問是說 當初是為什麼會這樣子考慮嗎 委員 吳春城委員 吳春城委員 葉元智委員 先請請玉書長好了 好 蔡書長謝謝 聽您說喔 現在全心全意都放在對於我們巴黎奧運選手的照顧嘛 現在天氣非常熱 那我時候有看到新聞啊 就是說巴黎奧運的選手村他是沒有冷氣的 他說他要環保嘛 用了一個什麼冷水的系統啊 然後後來因為各國去抗議啊 各國去反應 所以又開放讓很多國家可以自備冷氣 或自己調度冷氣 然後讓選手來吹嘛 有這件事嗎 發委員我想這部分在新聞上還是要做個釐清喔 法國的籌備處一開始就開放各個國家的奧會 能夠來申請租用 他們指定的那個移動式空調在選手的房間之內 所以本來就是有冷氣跟空調 欸不能不是全部是我們要去我們要去租 你要去租 對他有開放讓各國去租 所以各國所謂的自備是指說他沒有去跟大會租 不是自己帶去 因為之前媒體的報好像也沒看到體育署澄清 所以大家非常擔心 因為現在天氣非常熱 我們現在是有99個代表團 總共99位嘛對不對 對請教一下我們現在怎麼處理這冷氣的問題 發委員我們目前至少在選手村的部分租了50台以上的移動式空調 射擊的分村是全部每一間都有 然後在高爾夫的那個大會指定的飯店是每一間都有冷氣 目前狀況所有選手一定都有 你說高爾夫是每一間都有 對然後射擊也是每間都有 那選手村的部分我們會住到足夠的數量選手一定有 選手一定有 對 所以是誰沒有 可能我們對職員有可能 那看看幹科我們現在真的還是在爭取 因為這部分還是要去跟大會爭取 因為你99個人50台 那有的應該是兩個人間 我們有些是雙人房 有人雙人房 對對對 但是你剛剛講說只要是高爾夫跟射擊的 那是大會在現 選手都會有人 對那個分村是全部都有 全部都有 可是可能對職員有的沒有人去追啦 呃在 那沒有人去追會會影響到他們這一次照顧選手的表現嗎 法委委員 那其實我們當然他本身就有地冷系統啦 那大會是拍保證說一定會有 但是我們當然不相信 對 所以我們才要租這麼多台 但也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吹冷氣睡覺啊 那為什麼不多租幾台 我們是有在爭取 但是這部分還是要看大會 他有限額是不是 對對對 他就是說規定只給我們50台這樣 目前我們正在爭取啦 他沒有說他沒有把話講死 那我們還在爭取當中 但至少50台 選手一定有 至少50台是 對他教練這邊都有 他已經答應的 但是你自己也覺得不夠 所以在爭取當中 是這樣解讀沒錯 對沒有錯 然後大概什麼時候可以確定 這個等到比賽前啦 比賽前多久 可能就出發的時候 出發時候 然後沒有就沒有了這樣 呃我們會 我們選手一定有啊 教練這邊也都會啊 但是我們這部分還在持續努力 好 那第二個 剛剛我也有聽到很多委員也有問 那瓊斯杯的問題啦 籃球的問題 但我是非常好奇啦 一開始傳出來是 男球員一個人是出場 獎金是5000塊嘛 女生一開始是沒有錢 後來呢變3000 其實我們也有介紹陳情啦 然後後來看到就說又變5000了 為什麼會這樣 報委員他們一開始前面四次 呃 求人公會跟藍協的這個談判的過程 的確先從男子隊的這個出場費 先開始談 哦 啊只是說到 瓊斯杯之前 因為雙方的一些因素 所以先暫停了 但是比賽開始之後 他們也是有回應 但是呃 女藍3000塊這件事情 我強烈表達不滿 所以呢 他們目前是多給2000 但是在名詞上 我沒有 還是有歧視 也不用你強烈表達不滿 大家都覺得很怪嘛 我現在問是說 當初是為什麼會這樣子考慮嗎 就是在 談判過程 還沒有談到那一塊 就先暫停了啦 一開始為什麼會這樣定嗎 那一開始就沒有出賽費 後來我們 這回應委員們的 要求 國體法的要求 我們要求協會 只要有收門票 你一定要給出賽費 對 所以他們開始談 出賽費的金額 對 金額多少是透過 公會跟 協會之間的談判過程 不是啊 那協會你自己都已經知道 男子是爭取到5000 女生的 你為什麼不直接就要5000 所以這部分 我們也在跟他們要求說 其實男女平等 那體育署對於男協 你補助那麼多錢 對他都沒有督導責任嗎 有 當然 所以我們有做介入 有介入 我們第一時間就有做介入 不是 因為這過程就已經傷害了嘛 沒有錯 過程就讓社會大眾 跟球員受傷了嘛 女子選手會覺得說 難道我就低人一等嗎 而且現在社會 那麼重視性貧 這是不對的 對 所以 這個你對男協 應該要有相對的處置啦 而且 未來也不應該再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因為 這不是看結果的 對 這是看整個過程 然後再來喔 剛剛 也有委員提到說 好像要讓一些職業球員 主公會嘛 這部分我要請勞動部一起上來喔 但我覺得說主公會 給球員保障是好事啦 可是有一些配套也要做好 比如說我想問 之前還在勞委會的時期 87年有 頒布過一個公告嘛 就是說 下列以下各種行業是不適用勞基法 用紅字的部分很多實際上 已經後來有適用了 包括像私立幼兒園等教師跟職員 如果說我們現在球員要組公會的話 請問一下勞動部 它是什麼關係 聘僱關係嗎 其實 主公會的部分來講 基本上他只要是勞工都可以組 只要是勞工都可以組 那適用勞基法嘛 至於他有沒有適用勞基法 跟他可不可以組公會 是兩回事 他需要適用勞基法嗎 我剛才有回答委員 就是說他有沒有適用勞基法 跟他可不可以組公會 其實是不相關 只要他是勞工就可以組公會 你會覺得說他需不需要 適用勞基法不用 適用勞基法我們有一套 那個審查標準 我知道我現在就在問你嘛 私立幼兒園等教師跟職員 當時是為什麼沒有適用勞基法 後來為什麼又適用 這個我請我們那個相關單位回覆一下 報告委員我這邊是勞動部調評師 那跟委員報告就是 我們當初八七年在 在指定適用勞基法的時候 那時候有針對各個那個行業別 有一些他在適用上有自愛難行之處 那那時候是有把它排除適用 那之後如果說 有就是有排除 適用自愛難行之處的那個理由已經消失的話 那我們就會適時的把它檢討 納入私立幼兒園 來保障勞工的權益 那那時候有一些自愛難行 是什麼自愛難行 可能要看各個那個類別 像如果說 比如說像之前講那個私立幼兒園 教師職員 自愛難行的原因在哪裡 這個個別的部分 可能要個別去查閱 當初的那個 那個排除適用的理由 但是教師跟職員的部分 是因為當初 可能在跟教育部的會商過程中 所以他們有一些已經有一些 既有的權益的保障的規範了 那所以那時候就沒有 將它納入適用 可是後來又納入啦 對 那後來可能因為 就是可能一些勞工議事 可能有建議 那覺得說應該還是要適用整個勞基法 它的保障會更完善 等等之類的 那就會後續會進行檢討 對 OK好 好謝謝 好謝謝葉源之委員 謝謝